不管是立法院外 还是凯道前广场 大大小小的城抗活动 不只没少过 反而更多 警察在最前线 面对群众怒火 一战就是好几个小时 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但每次为安勤务费 只有少少的445元 引爆基层不满 内政部推动修改 警察人员人事条例 提高基层最高凤额 警察的工作性质 确实是比较特殊 那不应该跟一般的公务人员 那好像强硬的 一定要穿同样的衣服 警消工作辛苦 政府很有感 从内政到警政 消防署高官一起发红包 未来通过后 警政四街以下基层 最高年供奉 从现行五百的四万一千六百四十五元 增加一级到四万三千零一十五元 每月多了一千三百七十元 将有约五万两千名警察 和一万两千名消防受贿 坦诚调整是为了减少年金改革 对警消士气的打击 因为政府为了安定军方 拍板军人楼底板高于警消 基层警消直呼无法接受 这当然会让我们警察同仁觉得 第一个是被歧视 原来这个政府 真的还对我们是使乱中气 把我们 我们以前在讲说 这个趋之如牛马 把我们当牛马一样的操 可是 弃之如弊息 就把我们当成破鞋子一样丢掉 痛批年改 没有公平正义 前警政署督察室主任 耿基文 也将号召警消 上街头抗议 安定社会的警消 要以实际行动让政府听到他们的怒火 欢迎新闻 鸿锡与张正豪 台北报导